有人对老胡发表了一些个看法 这位朋友叫做安妮罗杰 他说我告诉你胡锡进 保定人是怎么不声不响闯过去的 就在家硬扛 北方没有暖气 在家里发烧 有啥吃啥 人都没了 人没就没了 疫情影响供暖 室温16.16度 体温38.5度 保定一千万人口 市里三百万 剩下七百万在各县里 只有一个二甲医院 你觉得那一县来源 深山里的农民家里能囤到 部落分混玄业吗 方舱是几百人大通奸 现在连方舱都没了 各院医护人员 倒了一多半 我姐在解恩科扬了 发现三天烧 发三天烧 依然回去上班 保定是没有两人间的小汤山住 这里小汤山是指北京人的待遇了 那两天保定的疫情上热搜 是你胡锡进自己说 在微博说 保定没啥特别之处 不是河北最重 搞不清为啥被谈了这么多 不是你们这些媒体带头狂压热度 嫌保定人大惊小怪 是那些地方没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吗 是保定发生的灾难呼救的时候 你胡大主编说电话采访三家保定人 发现没啥特别 只是不好贴标签吗 是保定从来都是北京的护城和环京经贫困带 保定人命见我们认 我们不声不响死就完了 但是你他妈的亲手压下了保定人的喊声 扭头跟北京人说 你们为啥不能像保定人一样默默气死 还要在网上大喊大叫 过瑜猝声了 我打这条微博的时候 楼下正想起了哀悦 胡雕盘是河南人 写这个帖子的是河北人 写这个帖子是河北人